你好 歡迎收看5月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宜慧 由力興基金會及花蓮國際青年商會所主辦的 《武力的陪伴我才有靠山公益活動》2號下午舉行 號召花蓮在地有20多個攤位共同舉辦的新市集 而力興基金會也希望透過即將到來的溫馨母親節 給許多小媽媽們勇氣 這次活動莫得經費都將捐給花蓮的弱勢團體 由力興基金會以及國際青商會主辦 《武力的陪伴我才有靠山公益活動》 2日下午在遠東百貨一樓和平廣場前 號召花蓮在地20多位攤友共同舉辦新市集 今年是遠東百貨第5年與力興基金會合作 並邀請花蓮國際青年商會 期盼藉由活動募得更多物資 幫助更多弱勢家庭與團體 花蓮力興來花蓮有15年的時間了 長期在照顧受暴婦女 然後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 然後還有小媽媽 那今年我們過往這樣的一個活動 其實都是想要幫助受暴婦女 他們要在脫離暴力環境之前 他們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然後也因為家裡面的經濟狀況 或者是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 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獨立生活 所以我們需要募集這樣的一些資源來給他們 那今年很開心 我們期待把小媽媽一起納進這樣的一個方案裡頭 很多小媽媽其實在母親節的時候 是不敢過母親節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資格可以過母親節 那我們很期待可以讓他們知道 既然身為媽媽就有這樣的一個權利過母親節 那我們所有人都會給他們資源 照顧孩子的資源 那他們自己可能照顧不好 但是只要我們多加力 給他們一點幫助協助 他們一定可以升任這個角色 我們總會跟我們花蓮經商 其實每年都有在做 急難救助跟物資監住的活動 那這次很高興也很剛好的 遠東百貨的活動企劃有跟我們說 立信基金會其實每年也有在做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就想說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來配合 讓我們的活動可以舉辦得更好 遠東百貨今年是第五年跟我們立信基金會合作 其實我們這次活動 我們當初也是考慮疫情關係 可能會有些會擔心 但是我們動員 我們也感謝花蓮經商會的大力支持 還有我們東華EMBA的圖書會的支持 我們這次傳統目擊的400本的銅書 600本的衣服還有很多家電等等 超出我們的預期 那這次我們跟立信基金會 我們當然會鎖定婦女 因為小孩的教育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給小孩的教育 從小給他一個溫暖一個希望 其實對他長大來說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擔憂 所以我們從這個出發點來做這些努力 活動開幕邀請風華林月扯林帶來精彩表演 隨後也頒發感謝狀給相關協力廠商單位 立信基金會華聯分數所主任朱慶平表示 透過活動募集資源才能幫助更多婦女走出家暴環境 而今年也將小媽媽們納入協助的對象 希望讓小媽媽們知道他們也有權利度過溫馨的五月母親節 立信基金會棒棒棒 記者蔣邦彥華林市報導